在礼拜四中共十八大召开之前 美国华府成立的医生反对强制摘取器官组织 与台湾一届成立的台湾国际器官移植关怀协会 共同推动一届联署关切中共活摘器官罪行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有481位的台湾医生和193位的医护人员完成联署 要求中共结束对法轮功学员以及良心犯的活摘器官恶行 起诉活摘器官的元凶结束对法轮功长达13年的迫害 并且呼吁各国政府以及国会来立法防止当地民众成为活摘器官的帮凶 台湾的一届率先参与了国际性的人权联署活动 这项联署将会送交多个与器官移植相关的国际组织 在台湾多场大型医学年会场外 台湾国际器官移植关怀协会 正积极呼应美国医界推动反中共活摘器官联署 截至11月7日已经有481位医生和193位医护人员联署 2000年以来到2012年这段时间 那发生在中国的器官移植数量大幅度的增加 那从06年开始就有一些证人开始出来指控 中共栽取法轮功学院器官来做器官移植手术 那经过这几年下来 有越来越多的证据已经浮出台面了 我们身为医师会认为这是玷污了这一项手术 那它会让整个医解猛羞 那这等于是二次大战期间 纳粹德国的医师对犹太人做各种人体试验的一个翻版 甚至于是更严重的一件事情 我们认为三个医师应该要在这个时候不能再沉默了 应该要站出来做一些事情 目前协会已经收到医学院与医院关切回函 联署医生横跨多学科 包括医院院长与前卫生局副局长 之前多位医界人士受访时 已经公开抨击中共移植黑箱 呼吁台湾误成为共犯 避免我们有那么多的同胞 到海外去做这样的一个移植 一来的话变成是一个国际的一个争议的事件 二来的话老实讲这样的一个医疗 台湾的医疗是世界同步 那国外的医疗的话 可能就没有像台湾那么的严谨而完整 点数四点声明 包括要求中共立刻结束 对法轮功学员及良心犯的火灾器官恶行 呼吁中国对器官移植 进行全面且透明调查 并起诉参与火灾器官元凶 结束对法轮功长达13年的迫害 并呼吁各国政府及国会 立法防止当地民众成为火灾器官帮凶 台湾法轮功人权律师朱婉琪表示 医师参与中共火灾器官 不仅涉及杀人罪 更犯下了国际刑事法中的反人类罪 希望这股医界重大的自清运动 能像滚雪球般进行 中共发生了如此严重的火灾器官的恶行 在台湾的医界能够率先的响应 这个国际性的人权活动 来支持联署 第一个要求停止破坏法轮功 第二个呢 也希望各国的政府以及国会 推动相关的立法 来禁止所有的人进入到中国大陆 做器官移植 这是完全符合医学伦理 而且是维护人类道德底线的一个做法 所有的医生 在自清和自律的情况之下 我们觉得都应该鼓励台湾更多的医界人士 能够出来响应这个国际性的一个联署活动 选在美中政局关键时刻 医界联合挺身而出反活斋 之后将会及联署交给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世界卫生组织 国际移植医学会 各国政府及国会 新唐人亚特电视台湾台北综合报导 可兰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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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兰党